大火在整片建築工地底下全面燃燒 架好的缸工全部插在一片火海上 看起來就好像烤肉網一樣 而這火勢越燒越旺 在地下室一層一層蔓延開來 哇 這個是從地下室燒起來的 從對接看 濃濃黑煙不斷往上竄 隔壁警鈴快開好的大樓被燒到灰頭土臉 濃煙甚至飄到另一邊住家陽台 目前看到的位置應該是只有地下室跟地下五左右 因為起火點是在工地底下 消防隊員沒辦法下樓滅火 只能拉起水線先從一樓往下灑水 但火勢還是很難控制 這處工地經驗是在台東七旗台灣大道旁 預計要蓋地下36層 地下七層的住在大樓 目前還在打地基階段 而起火點疑似是在地下四五層左右 工地負責人說疑似是模板起火 在地下室沒有適當的路徑 可以附陷進去救災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在各面 從地面層射水 右邊警鈴的大樓也還沒完工 卻差點遭殃 但左邊豪宅有人住在裡面 施議員張耀忠在臉書發文提到 自己的朋友就住在隔壁大樓 下午六點多看到基地內有人在燒東西 警衛還全程目睹 沒多久就陷入火海直呼太誇張 公地主任會揮手不願回憶議員的質疑 雖然詳細起火原因有待釐清 但才剛開始蓋就發生火警 緊急停工調查 預計明年完工交屋也許得要延期 TVBS宣傳陳修憲台中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